5月29日是第21个国际维和人员日 在安人能否进一步介绍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情况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 70多年来联合国先后开展了70多项维和行动 超过百万名工作人员 集结在联合国的旗帜之下 为维护和恢复地区和平 协助解决地区冲突 做出了突出贡献 兰奎部队成为和平希望的象征 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中国于1990年向联合国派出军事观察员 拉开了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帷幕 1992年中国派出首支成剑制的兰奎部队 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30多年来中国军队已经派出了官兵5万余人次 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先后有27名维和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贪款国 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 共有2200多名中国官兵 在八个维和任务区执行任务 中国兰奎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 中国维和官兵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严格按照授权形势忠实履行维和使命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凸显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 推动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效力和效率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对不起我听不到您说话 谢谢 他是事 根据旅途报道 预计美国电动提供制造商特斯拉的领导人 马斯克本周将访问中国 跟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会晤 外交部份次有什么样的评论 谢谢 中方一向欢迎包括马斯克先生在内的各国工商界人士访华 更好地了解中国 推进互利合作 中方也坚定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致力于打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我们乐见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新业 深耕中国市场 共享发展机遇 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 美方是清楚的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利益关切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展现诚意 为中美两军对话 沟通 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 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好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